史上最貴的飛機 如果你第一次看我的頻道 這裡就跟大家介紹 RenaGear是專門介紹電腦、Gaming產品 或者是關於電裏產品的頻道 有興趣記得按讚、訂閱和按鈴鐺 下次希望見到你啦 大家好,我是Ren仔 今天就跟大家開箱這支Dyson HP06 這支三合一的風扇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Dyson出風扇 他們的評價都是有壞也好 有些人說風扇不行 有些人說很厲害 有些人說都是搶頭的東西 但是我不是這類人 我只是說實用性 所以這支... 這支做什麼? 所以這支 其實我買回來 真的純粹三個理由都要的 第一,之前我們的廳 之前換了電視之後 其實那個大變動了很多 還有就是... 還沒收拾房子 這是第一件事 所以當我有稍微收拾房子之後 稍微有個位置就可以放到風扇 不需要再靠這把風扇 這把風扇 我也覺得還好的 因為我的人比較不太熱 所以我用就OK的 但當我的朋友來到家的時候 他們經常說高山症就會窄死了 對這間屋的客戶來說應該就不合理了 之前我想買一些小舊一點的 但當時量度過的位置其實錯了 可能大家會知道了 最後選了這支 現在擺的位置可以放高一點 但要放到很細枝 或者很幼的東西 其實Dyson是其中一個選擇 或者是同類型的東西 另外就是什麼呢 另外就是我本來很怕冷的 你看到現在是24號 平安夜的早上 剛才到一兩天的聖誕假期 我們天氣都會繼續溫暖的 但你見到我穿成這樣 我完全覺得還是有點冷的 我是一個死規律 所以同時想買暖氣的風扇 再說就是 我也是早上起床會有避水 或者是鼻敏感的人 所以我希望這支 因為它是三合一 它是包含空氣淨化 我希望令到我的生活好一點 始終人大了就要用錢買健康 我不知道這支是否合不合理 但它可以在一個很小的空間上 做了三件事 它可以在一個很小的空間 給予一個冷風、暖風 還有一個空氣淨化我 事不宜遲了 我們開箱了 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其實買這支東西 這間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就是 你去駕駛店裡買 可以分期的 當然要收回信用卡 或者手錄費 所以價錢上大概是6000元左右 或者你有匯豐卡 可以到官網上買 其實兩邊都有送貨的 我個人感覺是在網上買可以方便 因為只要你按按鈕就有了 其實我拍了這支影片的時候 應該有聽到聲音開始變 鼻子有鼻塞的感覺 嗯... 已經去到一個... 都不是說你找東西買而已 不是啦 真的就是死了 這支影片太大件了 所以我還是打算清掉它 我不知道這支影片什麼時候推出了 我希望在今年內推出了 你就不想啦 我當自己買給自己的聖誕禮物來的 男人不開心做什麼 賣東西啦 我希望這支影片... 應該不會太換啦 我知道它會隔幾年是沒得次換的 但我現在就不希望這樣做啦 好像iPhone那樣 搞不定了 那會有一個遙控啦 其實我比較不喜歡它的遙控 它的樣子很小 怎麼說呢 你這支東西這麼漂亮 但你的遙控就沒有什麼設計 因為它是有一款APP的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離棄遙控啦 這支HP06跟上次的HP04 最大分別就是它多了那個不知什麼 是可以支援到這個除夾傳 當然啦 如果你家裡有噴發膠 你上網看其他台灣的影片 它是在這支影片裡面去試 其實我覺得真的多餘 在這個大環境之下 它的夾傳能不能吸到那麼遠呢 這才是一個問題 我覺得這個夾傳也是一個技術 再說啦 如果真的要試我旁邊的房子 都剛剛在裝修 如果它真的這麼厲害的話 我希望它可以吸到我這個房子的夾傳 可能甚至開機已經是整個房子都夾傳 我不知道 三腳、英規 香港standard 好像說... 大部分現在在外面買到的都是行貨 是一個來的 自己留下吧 加上這個filter 其實只有這麼大支 是它的盒子很大的 然後主體 不會說怎麼拿出來 不會散的 好像散了一樣的 好像散了 好像這樣 沒打開已經整堆塵在裡面了 哈哈哈哈 這次其實我不是很喜歡的 就是因為它06的版是黑金色或者白金色 兩種顏色我都覺得是很肉酸的 我真的不明白 就是土豪金是什麼玩法呢 我有想過是買回上代 但上代好像是fade out之後 就外面幾乎不能買的 或者是價格跟它這款差不多 變了好像就... 嘩!它那個真的歪了 什麼事啊 還是真的這樣呢? 真的這樣歪了 嘩! 嘩! 喔!ok! 它是可以這樣 真的可以了 我以為它... 它是... 真是... 教不對啊 小弟 一直以為它只可以這樣... 這樣轉的 它是可以教角度的 好吧 還沒用過高科技的東西 那支東西有這麼大支 其實就... 好像比起看實物的球勢 我去過那些什麼白魯會啊 風澤那些忙過呢 我覺得這個感覺是很大支的 現在看起來好像都還好 應該這個開啟啦 然後... 是不是就是打開罩的按鈕 不如開罩 還要用使用前呢 之前需安裝濾網 然後就有這塊東西在這裡了 究竟是不是真的這麼好用啊 那些我經常都很傳疑 有些朋友都跟我說 它不會買Dyson風扇 但它會買Dyson的公共同 我覺得這個品牌很壞參半的 我覺得是這個品牌的 明過其實還是怎樣的呢 那或者是呢 就算我這條影片現在拍完了也好 也或者是呢 要等我試用了一段時間 我才能給大家一個feedback 好兩邊都拆了出來 那再看看這箱子 就是剛才說的filter 這個filter我好像檢查過 如果它用一年 好像... 不知會開12個小時 好像用了一年 印象中它是官網上寫的 但我相信... 應該有人的時間都比較少 所以我覺得是可以捱到很久的 還有看我價錢好像是700多元而已 所以呢 以知風扇都6000多元 filter又好像十分之一 價錢都可以接受的 給大家看看客廳 算是很乾淨的了 之後再撿吧 那原本呢 我那時候不知為何想不開 就打算把風扇放在這裡 就是放在MR這個位置 就打算... 大問題就是這裡跟我電視機的距離很矮 所以就要找一些很矮的風扇 但是找來找去都找不到 但是最愚蠢是什麼呢 後期發現其實呢 喂,這裡不是有整個位置嗎 他還不宜知你 沒錯,我們之後就會把這個清空放在這裡 然後把風扇放在這裡 我算過呢 我不知道是我算錯還是怎樣 因為我算完之後 我發現這支放在這裡 是XL剛剛好的 大家看起來就覺得好像很肥仔 我們先試一試吧 其實我所謂清的方法 都是把電源由A搬到B 它是把尾... 應該是怎樣計算吧 嘩,好fit啊 真的,騙你 幸好有量度過的位置 那些東西就應該放在這個位置 其實都ok的 放出一點都應該沒所謂 最主要是一個螢幕 電視機 應該其實...噴出來... 我的朋友說會阻礙了... 風扇會阻礙了電視機 其實是的 假設我們是... 其實之前也有想過這個問題 之前也有想過這個問題 電視機會... 剛剛說都遮了一點 不過如果你把電視機移動一點的話... 不完美可接受 有改時的空間 就買個新的房子 如果不是的話 就只能夠接受 好,就是這樣 那就... on oh good 28度 你出來的風是28度 現在這個室溫是28度 不是,會吹出來... 噢,是熱的 OK 還有呢 這個是什麼意思 這個 我也要看一看 這個是不是空氣質素 還是怎樣 他就說... 剛才說是空氣質素 應該是... 說偏黃的 但是涼 就是... 未去到最差 就是可以更差 其實我也是想過 這把風扇 是會把風吹到這裡的 哈哈 但好像感覺上... 應該也有機會的 有機會的 以我這個距離 也感覺到有點暖的 但當然啦 如果天氣冷一點的話 會不會呢 就... 再試試吧 那我們先看看按鈕 其實按鈕上有些很基本的東西 就是基本的基本 但是有這個按鈕 我就不太明白 其實有些按鈕也不太明白 這個應該是冷風 這個應該是熱風 然後就... 這個就是向後噴風 我不太明白為什麼要向後噴風 這個就... 還有就... 應該是優秘 還是什麼 寧靜模式 Silent Mode Silent Mode 很明顯 馬上小聲到不得了 然後這個是... 左後轉吧 45 90 180 350 沒有OK的 其實如果一般來說 我想... 每個廳180度都夠了 那之後呢 就... 應該最高是10度的 但某程度上很難吵的 嘩... 其實是不是真的這樣用啊 這聲音好像這麼奇怪的 至於風量呢 其實10度吹出來的風 不厲害的 其實我站在這裡 都應該大概有... 我想50cm左右 其實吹出來的風呢 我完全覺得是... 類似普通的那些傳統線 一度到兩度的等級 但你聽到很明顯中膠這裡 嘰嘰的聲音 這是什麼玩法 當然啦 Dyson出的 我不知道啦 為什麼又說是這樣的 第一次用是這樣的 我不知道啦 我認真的啦 60多度啊 認真的啦 好吵的 真的 我們坐下吧 然後呢 搞一個比較接受到的風量 我想應該這個啦 現在這個風量呢 大概幾度呢 應該6度 6度左右的風 其實我這個距離呢 已經感覺不到 它是有風出 我認真的啦 你要大風呢 它就很吵 你要靜的話呢 它基本上是沒有風的 我大概不明白為什麼 有些人會畫Dyson的風扇 一個樣子 就是它是沒有風 它是沒有風扇 好像是很安全的 但是吹到出來的風 又不知道去到沒有 但是你覺得好像 有點窄勢 6度也好像沒有感覺 坐在這個位置 大佬 我想這段估計都是 大概都是1米左右 1米也未必有的距離 它出來的風就... 嗯... 出色的 這個Voc應該相信就是 我們之前說過的甲船那塊東西 你看到現在它... 它是在打轉的 我不知道它發生什麼事 它可能是在處理、混合還是怎樣 然後呢 我們看看晚上回來 看看會發生什麼事 試了一輪之後 它終於這個Voc有反應了 甲船那個也是基本標準 看來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它有吸收還是怎樣 還是周圍的環境 是沒有什麼甲船 但是現在就是綠色 有一個貼號 另外控制器上面有一個I字 這個是Information 按下去之後 就可以檢查一下空氣淨化機裡面的數據 第一個就是一個叫做 暫時空氣裡面的質素 然後這個就是24小時裡面的數據 當然我不是經常常長開 所以就沒有的 之後就是PM2.5 PM10 這些就不說了 Voc剛才也說了 最後就是 N02就是二氧化碳 還有其他淡氧的數據 其實都很乾淨 之後就有溫度、濕度 以及什麼時候要換雷膜的數據 現在就要搭的 我就不需要換了 溫度方面 其實它可以推高到 37度的 基本上我想應該都夠熱的 App的部分我都試用過 除了可以看數據上面的資料 就是Information之外 同時它的App可以當作控制器 例如我現在要冷風 立即就沒什麼聲音了 不過說整個App最好玩的地方 莫過於它可以跟Series做一個連動 譬如 喂Series 關風扇 搞定啦 對啦 就這樣它會幫你關掉風扇 所以這件事讓我可以有比較懶的做法 就是 喂Series 開風扇 怎樣啦 開風扇 完成啦 好像立即提升了 除了一般開風扇、熄風扇的動作之外 其實App上也有指令可以讓你自己去調校 例如開熱風之類 都是做一個字架上的設定 所以可能是蘋果派、香蕉、漢堡包都可以 可能還跟大家分享我一個月的感想 因為其實這條影片是由拍到我最後的收尾 差不多是一個月的了 總括而言啦 因為本來現在是冬天 我比較虧了 大家也知道 所以 以它的溫度可以暖住這間房間 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我通常都是大概27-29度的溫度 其實這間房間只要不太冷的話 都可以的 甚至可以穿著雞翼袖在這裡走 甚至我不穿衣服都可以的 至於空氣淨發的效果 我真的不知道是好還是不好 因為它上面顯示的數字是ok 但是我就 跟平時好像沒什麼分別 要不就簡單一點 要不就在家本身空氣不太差 二呢 因為近來真的少放了那些東西 至於溫度方面 之前一開始我覺得比較弱一點 但是如果你的窗戶是半緊密的情況之下 其實空氣不算是很流通的情況之下 你開暖氣的話 其實都夠暖的 甚至就是之前說直接把風從這個廳打進房間 其實都可以接受的 真的 不要說遇到整間房間都很暖很暖的感覺 但是起碼你睡覺的時候不會覺得很冷的 因為我真的比較怕冷 例如現在10多度 周圍的空氣 可能是體感上來說 可能是15度左右 以我這樣穿著 我都會覺得冷的 但是開了之後 其實我會覺得 好像有點涼 不是冷的 最後做一個總結 就是這支Dyson的HP06我覺得是OK的 雖然有點貴 差不多6000多元一支 但是它始終暖風 我試過如果你調到30度左右 其實房間這個位置 這個廳的位置 其實都暖的 甚至我進入房間的話 其實都感覺到的 如果你調最高溫和最高速 當然就很吵 但是如果你想睡覺之前暖 暖的火也好 其實是可以接受到的 至於它的空氣淨化功能 始終它有一把三合一的風扇 我覺得一來是絕對合格 始終可以節省一些位置 再說,加上最近流感的高風期 以及武漢SARS 所以相信大家都會很關注空氣淨化的功能 雖然我想Dyson未必有這麼強勁的雷膜 可以通過病毒 但是作為一個家庭的環境 想空氣清新一點 或者乾淨一點 我覺得這個雷膜 是怎樣都有用的 最後這支HP0 值得買 看看你是不是家庭有這麼有需要 譬如像我一樣 沒什麼地方 還是買一部一座的空氣清新機 再加一把風扇 再加一個暖爐 還是二合一風扇 但我覺得我家應該不可能放到兩樣大型的裝置 所以這把風扇算是一個唯一的選擇 好,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有興趣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和分享 給朋友聽說 Dyson在9月份的時候 出了一把HP06的風扇 是一個聲吸版 裡面有一個甲傳的過濾系統 所以如果大家想買這些有暖氣 有清新機的功能風扇的話 這把Dyson是你唯一的選擇 下次有什麼再跟大家分享 就這麼多了 完 酒杯